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非常少见的 南阴和黎元系这些被人们称作是画石级的艺术形式 之所以能在泉州得以生存乃至发扬光大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 泉州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民间文化土壤 正是那种浓厚的近乎一世独立般的民俗风情 使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 有了生根发芽 根深夜貌的可能 泉州人的一种文化心结 这个文化心结就是对传统的尊重 泉州人 你看我们泉州现在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东西 这是在街上流行音乐这么强劲的情况下 像南阴啊 黎岩啊 高家啊 木偶啊 他还是深深杂根在这块大地上 泉州人尊重传统 对传统的尊重留点 泉州人戏爱南阴 但这并不是泉州人文化生活的全部 在泉州流行着一句火头语 《泉头烧酒曲》 它甚至成为一个地道泉州人的真实写照 这里的曲就是南阴 那么这个泉头又是指的什么呢? 《泉都城市泉州篇》正在播出 人们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们 我们泉州人的文化生活 就是滚头烧酒锅 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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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有质量的米酒跟地瓜酒 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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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泉州青元山之东岳山 有一座寺庙 当城市刚刚露出曙光 一群武僧已经在这里闻鸡起舞 这里就是南少林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品毒人周坤民的一路五祖泉 竟他们如此狐狐生风 他与武术有着不解的情缘 1961年开始学习武术 2005年被推选为 国际南少林五祖泉联谊总会 第十届主席 来南少林寺演习五祖泉 是他经常要做的分内式 泉州有个少林寺 形成了南少林泉系 这南少林泉系 我们这个80年代 正进行普查的时候 泉州有这个泉种 有二十八种之多 但是传播的最广 就影响力最大的还是五祖泉 随着我们华侨的住址 这五祖泉就传到海外去了 所以凡是于我们泉州 华侨对方 一般来说有蓝银 那么它一定有五祖泉 这是过程我们泉州 能不能文化深合的 一纲一楼 一阴一阳的这种文化态势 实际上也是我们泉州 得了一种文化显得的表现 泉州南少林寺 构成了以五祖泉为代表的 独特而博大精深的泉术系统 是泉州南少林历史文化的重要内涵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武术中的宝贵遗产 南少林武术引起了海内外武术界 佛学界的高度关注 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弟子前往拜师学艺 其中来自港澳台和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弟子 和来自欧美的洋弟子正越来越多 以南少林武术为代表的泉州武术界 已与四大洲的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十个武术团体建立了友好联系 他也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城市 他不仅 他这个历史文化名称 他不仅有像蓝阴 有像黎元系 有像高甲系 有像木偶系 这么优秀的文艺 而且他还有蓝少林钱 这么全国知名的像吴祖前 这么刚强的东西存在下来 所以泉州人对吴祖前的喜爱 就相当于说对蓝阴的喜爱 对黎元的喜爱一样 所以这个前书也已经融入到 人民群众生活中 花开花落 泉州城的刺统又一次在鸟鸟的南阴中 悄悄地绽放 又悄悄地凋谢 岁月变迁 不变的是千年的文化传长 我是感觉这个泉州人啊 有这么一个特点 他非常固执地 在守着自己的一些传统 一些传统的文化 他这些文化呢 体现在他的很多生活方式上 比如说他的这个 那个傀儡戏 千线墨 南阴 变化都非常之小 所以我一直认为 南阴他就是 就音乐中的这种画石 完全是这种古董样 他不变的 后来我就在想 为什么这些文化现象 可以这么固执地 被我们全州人保留下来呢 是因为和开放啊 其实是有相辅相成关系的 越开放 对自己的民族的文化 他越认可 他越坚守 反倒是能坚持 反倒是能留下来了 大平山殿 正成功像 依旧助理 仿佛是寄予了某些期望 全州人给了这个雕像 一个极力的别称 马道成功 敏台原博物馆里 那盒捐刻满百家性的大榕书 依旧助理 他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 两岸同祖 同文 同根的故事 如今 木偶戏还在演 南音 黎元戏还在唱 吴祖泉还在霍霍生风 这一种能够穿越时空的文化血脉 又怎能割得开 剪得断呢